结婚邻居们大家好 哎呀 结婚邻居们 上半年 咱们小区成功地举行了 西洋红大型相亲类活动 非常的成功啊 据不完全的统计 有好感的有十七八对 互相加微信的有十一二对 结圆的有五六对 结头的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要搞这个大型相亲类活动 不过呢 我们要把这个整体年龄往下压 由夕阳黄昏组 直接降到一十三克组 接下来呢 要上场的两位业主 是我们本次活动重点推出的 拳头产品 赵钢子 赵钢子 你什么情况啊你啊 你啥意思啊 你真有意思 你开个相亲大会 你折腾我俩干什么 对呀 我怎么让我折腾你俩 我怎么折腾你俩了 你一天八百个电话 还往我家门缝里塞传单 我这不是为了要提醒你俩吗 由你这么提醒的门都堵住了 我差点都没出来 你是不是把复印的所有的传单 都塞我家门缝里了 我今天一开门 我差点塞一根头 你俩也太夸张了 我这不是为了更好地去宣传你俩吗 我用你一试吗 是 你是宣传的很到位 现在这一片都知道我俩剩下了 好好好 宣传的非常成功 来来来 二位请坐 请坐请坐 我跟你们说呀 你们这个个人问题呀 是你们父母还有我的一块心病 我非常操心 是不是 所以我重点这次 要把你们从五十三克主 隆重地推出去 五十三克推出去呀 对呀 问展呢 那脑袋都砍掉了 还香啥琴呢 不是 我的意思是要快刀斩乱麻 把你们的个人问题解决了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 听见没 我可不是吓唬你俩 你俩要再不珍惜的话 你俩很有可能从五十三克组 直接晋级到西洋黄昏组 你威胁谁呀 那是天哪 就我这条件 我跟你说 就我这资质 我跟你说 就咱们小区 你说我能看上谁 就我这条件 你说我们小区 谁能看上我 哎 赵安我跟你说 你看我的气质 你看我的皮肤 你看我的内涵 你看我的皮肤 你看我的长腿 你看完他 你就不用看我了 不是 你俩今天不这么闹 到底什么意思 就是放弃 再见 放弃 哎 邱经理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哎呀 张一书家 哎呀 您怎么来我们物业了 我还想问问你呢 你说咱们物业 搞这么隆重的相亲活动 你怎么没有告知在下呀 那个 张一书家 因为您忙嘛 而且您也说过 没事不要让我们打扰您 您得在家里边练琴 对吧 当当当当当 就怕打扰你 那也得分身 对吧 爱情工作两不 那么好的活动 我要是错过了 那可就是赵经理 你的过错了 不对啊 张一书家 您现在还单身吗 啊 当然啊 张一书家 不能吧 我记得前半年 就有一个长发披肩的 一个女的老在你家呀 那天天是女的 王氏不堪回首 那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不对啊 那也不对啊 一个多月前 有个短发美女 那天天就在你家呀 天天呢 那也是过眼云烟 那也不对啊 三天前不过 还有一个大波浪在你家 天天的 那也是三天前的云烟 张一书 你烟银挺大呀 你这天天 你天天你这云里屋里的 你不觉得呛的话吗 行李你真会开玩意吧 哟 这两位女士是 哦 这个这二位呢 是本次相亲活动 主打的云烟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灵霄花 借你的高知 愿要自己 张经理 可否辞在下一支笔 być 刺刺刺并是什么意思啊 衔个表 哈哈哈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业务请熟练呢 看来没少支楼价 张经理 会 是小女子一支笔 败贷 一个表 哈哈哈 听我的吗 你俩啥情况啊 恋刺 不是 你俩不是说好的 不参加活动吗 谁告诉你的 哪只耳朵听见的 你看黄雅花 你跟我说的 你说这小区里边 你们看不上别人 反正别人也看不上你们 我爱看谁 看谁关你啥事 我跟你说 看上看不上了 你不得先看看呢 对啊 电话是不是你打的 传单是不是你塞的 我俩是不是主打产品 那产品都来了 为什么不让上架 行了行了 拿着笔 二位上架吧 张行李 我的表 天丸 张艺术 张艺术家 张艺术家 我仿佛在您的眼中 看到了一缕云烟 那你说的是哪一缕啊 一缕小巧玲珑 一缕风轻万种 这两缕 我都稀罕 张艺术家 您就是再稀罕 您只能在其中 选一缕云烟 谁说非得是单选题啊 咱们就一块准备披萨啊 那我就不能多选吗 那个 张艺术 您坐着 我正好有个事 我跟您说说 反正这也没别人 就是您在外边 有多少云烟 咱也管不着 是吧 但是呢 这次活动 是咱们物业举办 所以咱们得负责任 而且呢 这个据我了解啊 这两朵云烟呢 您还得弄好了 您要弄不好的话 容易把您呛着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对我的废活量 还是蛮有自信的 那个张艺术家 我跟你说实话 他俩人过去在感情上 都或多或少的 受到过伤害 所以我特别不愿意 他们在第二次受伤 那个张艺术家 就我的这个 这是我心里话啊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我明白了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 毕竟我跟两位女士呢 还不太了解 所以呢 我没办法准确地判断 谁是我未来的另一半 我决定呢 先相处一下 你这个事情 你准备怎么相处 我都想好了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两个人 再次受伤 好 所以呢 我跟他们分开交往 彼此不会知道 避免尴尬 135 我跟那个小个儿的约约会 246的时候 我跟大个儿的在聊聊天 你看我的安排合理吗 那个 张艺术 那还差一个礼拜天呢 你还不让我歇一歇呀 啊 我也是人 我也累呀 呃 礼拜天我要腾出时间 好好地考虑一下 下个礼拜 135 246怎么安排 不是 张艺术 就你这么谈下去 总得有个结果吧 哎呀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过程 我告诉你 张艺术 有一个艺术家 曾经说过一句话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过程 那就是扯犊子 那我认为 这位艺术家 他根本就不懂艺术 行了 那个张艺术 这么这么 这个我觉得这次活动 您还是不要参加了 好不好 哎 赵经理 啊 你这话说的可就有点不艺术了啊 我说的艺术家 出去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是这次不带你玩 明白不 你凭什么不带我玩 凭什么就是不让你参加 明白不 那我这表的填完了 表填完了没用 我跟你说我们是主办方 我们有这个权利 不让你参加 出去 怎么来怎么的 主办方你就嚣张啊 主办方 主办方 你什么 就是你的主办方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两位女士 两位女士 别激动 原谅他 原谅他 哎 不是 哎 我可能跟这个赵经理之间 存在一点小小的误会啊 不是什么 哎呀呀呀 谁让我是一个 纯粹的爱情主义者呢 赵总 过来 过来 你看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 你再看看你的境界 就你现在这个境界 跟艺术家一比 你简直是赖蛤蟆上马路 还愣装进口小鸡脯 你知道吗 你上人脚面干啥呀 你压人脚了 你知道吗 对人 就是 你老师都啥呀 你听他往后说 他后边还说了呢 说就说嘛 很正常啊 我的意思是 我跟两位女士都不了解 我要相处一下才知道啊 说的特别好 没毛病啊 出什么出啊 你往下 你出怎么出 那接下来就很正常 应该约个会呀 特别对 什么约呀 怎么约 赵康子 赵康子 你问那么戏干啥呀 你要跟你去呀 你给买电子 赵康子你是想去吗 你想去好什么意思呀 你不用问那么多 你俩吵吵啥 别吵吵 行了我也不顾计你了 我就直处了 他说约会 是这么个约法 一才五 跟你这小个儿约 听见没 五二四六 跟你这大个儿约 这新天呢 新天他休息 他累 他得休息 他得考虑一下 小高子 你怎么说话呢 你得得咕咕咕说啥呢 说话能不能聊 吞吞的 你这么说话 在两位女士面前 我很没自尊 我很尴尬呀 你还有更尴尬的 听见没 他说跟你们谈 他没结果 听明白没有 男俩听好喽 没结果 明白吧 就是浮云飘 这人没结果 你姓赵的 你怼我 怎么的 你信不信 我给你怼回去 怎么怼 你怎么跟艺术家说话呢 你怎么跟赵心理说话呢 你太不像话了 还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还尴尬 你还知道尴尬呀 还艺术家 别给他仨子丢脸了 你敢怀怀我钢子哥 平常我俩怀怀他就算了 你算老几呀 你想背后我俩怀怀他 我咬你 出去 叔父 街坊邻居 看见了吧 舌战就得有帮手 单挑 就是不如群偶 张 艺术那个 张师傅 对这两朵云烟 现在作何感想 有点呛 钢子哥 干啥 幸好有你 要不然我俩又上当了 谢谢你 你俩呀 不是我说你俩 对吧 岁数是不小的 这智商怎么就不成正比呢 我跟你说啊 这回相亲一定要擦亮眼睛 听见没 嗯 不能光看这个男的外表 你看内在 看心 听见没 我跟你说 其实你俩呀 是挺好的孩子 对不对 你看你们两个女孩吧 追求爱情 对吧 想找一个能够跟你们终身在一起的老公 这是没有错的 这个男的一定要单单的爱你们 在他心里 只爱你们 他既能够欣赏你们的优点 同时也能包容你们的缺点 所以未来这个先生一定是老实的 真诚的 不说瞎话的 心中只有你们 那个 我 我 我已经有了 我 我已经过了53科那组了 张子哥 你有弟弟吗 你有哥哥吗 跟他们亲戚也行 只要姓赵就行 那个 走 去哪儿啊 回趟你们老家 干啥呀 玩了人去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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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呀呀 小黄啊 我大美呀 别忘了 记住了啊 不宅不一定是原地